在今天東北季風開始增強 北部的朋友感覺上風吹來有點涼意 尤其在今天下午的時候的震風來說 都明顯的偏大 不過你如果今天南來北往 你會發現到溫差還滿明顯的 南部的高溫到了32度 北部的高溫只有在27到28度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明天的天氣會是怎麼樣的變化 我用四個時間點來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項 因為今天東北季風的增強 明天清晨的溫度在北部地區 明顯的偏涼 所以早晚的天氣在整個中部以北 都是涼蒐蒐的感覺 溫度形態來說 相對的在天亮之前的時候 騎車要保暖 海邊的震風一樣是比較偏大的狀況 不過到了明天中午的時候 陽光的照射之下中午暖 尤其中南部的高溫部分仍然在30度 但北部的高溫就在26到27度 可是下午的時候 要注意的在南部的山區 會有一點出現 接著明天的傍晚的時候 在這逆光行車的朋友 在西半部地區 天氣好 陽光強 逆光行車要注意了 禮拜五的時候氣溫開始要上升 禮拜天的時候 封滅雲帶開始要影響北部地區 我們就來看一下色調強化的雲圖 從雲圖上我們先來注意到雲層 東部雲亮多 西部天氣晴 北方高壓正在逐漸的東移進到了江蘇的位置 而這個高壓系統預估在今晚到明天的時候 會緩慢的往東的方向走 明天晚上就會進入到東海 所以這個東北季風在明今晚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整個強度算是比較強的 明天晚上冷空氣就要減弱 但我們注意在西南方這邊的水氣 正在發展當中 而這裡的雲帶就是在這個母親節的下午 要影響我們的封面帶 預估就會在禮拜六的時候 整個系統開始逐漸的東移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北方的高壓逐漸的南下 冷空氣開始吹進來 使得沿海的陣風都明顯偏大 今天下午海邊陣風都還有在六到八級左右 那像臺北市區也有到六級的陣風 再來我們就注意到西南方的水氣發展 目前的水氣發展來說 正在逐漸的成形當中 預估就會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封面雲帶要成形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可以看到北方微弱的高壓系統 正在東移當中 明天晚上高壓東移出海 風向開始變為偏東風 禮拜五的時候氣溫上升幅度明顯 禮拜六好好帶媽媽出去走走 星期天的時候呢 封面帶在下午以後開始 影響北部 而到了南部地區 要到禮拜一的時候封面南移 才會有影響 那天氣形態來說呢 到了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都是中午溫度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溫度了 先注意到今晚的溫度明顯偏涼 明天的時候外島地區 都是多雲到多雲時勤 臺灣本島部分南北溫度有點差距 北部二七 南部三十 但晚上溫度涼瘦瘦 北部只有二十一 南部二十五度 明天南部有午後震雨 中部以北天晴 東半部早晚雲多 小地靈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涼 騎車的朋友要保暖 另外 山區局部午後震雨 下午山區活動要主意